美国大选进入倒数 朝鲜再有动作 韩国和日本都证实 平壤今天早上向东部海域 发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 不过没有说明导弹是否落在既定的位置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文告表示 平壤今早7点10分 以高角度向东部海域发射导弹 日本政府随后证实 导弹在8点37分落在海里 只是没有说明确切的地点 在此之前 日本预计导弹会落在北海道北部 澳河岛以西大约300公里处 日本首相石破茂就透露 这次的导弹发射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北海道北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